6月8日下午 由公共建设局厅长吴宏 处长黄光玉带领多位高级工程师 到深河区考察了芒州隧道项目工地 芒州隧道 城建方中铁15局城轨公司副总经理彭源栋 及项目组成员陪同考察 彭源栋介绍时表示 横积芒州隧道全线需穿越超软土地层 特别是需穿越深度54米的流速状海向淤泥地层 绝境施工 承担本次隧道绝境任务的振兴号 顿购机直径15.01米 长约147米 总重约4 400吨 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发 全球排名前列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考察中 公共建设局深入了解了 芒州隧道项目的规划设计 施工进展情况 管理模式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细节信息 就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规划 设计与施工技术水准等各书几件 双方就提升隧道建设理念和水平 采用新技术 新方法和新材料等来驱动隧道 与地下工程的发展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为工坚客难共同努力 推动芹澳工程建设发展